大家好 法国外长最新讲话 说法国已经和中国进入了对外发展模式和影响力的战争 这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2月18日在接受法国国际新闻广播采访时候说的 他说我们已经和中国进入了对外发展模式和影响力的战争 他指出法国政府推出新发展政策法案根治于地缘政治影响 他强调我们要捍卫一种模式和价值观 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17日晚上审查了由政府提出的 关注于包容性发展和消除全球不平等现象对外援助法案草案 其目的是将法国对外公共援助的重点 重新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8国家和海地 这新法案的逻辑是向这些国家进行赠款而不是贷款 该草案19号晚接受了议会二读 并将于3月2号得到表决 乐德阳就这一话题采访中表示 法国将重回赛场 我们已经从对外发展援助中消失了 他说我们把发展援助洒向遍地 因为我们的经济能力有限 也许意志有限 这样我们无法有一个连贯的行动 他誓言称法国正在对外公共援助进行再投资 以前我们会撒钱 有了新的法案 我们又回到了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发展状态中 按照该法案 法国将把对外公共援助的预算 从原来的100亿欧元上升到150亿欧元 乐德里阳说重要的是捐赠可以在重大问题上形成中心合力 它也是一场影响力的战争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逻辑 他说对法国来说 这将涉及在教育卫生性别平等和全球变暖等领域开展具体行动的援助计划 记者提到这场影响力的战争尤其关系到中国 中国持有非洲46%的债务 而中国公共援助中对外贷款占不少的比例 乐德里阳谈到 法案中提出的对外赠款的逻辑解释 使这些国家不能再负债 因为负债让他们陷入困境 他说这是一个团结效率和影响力的问题 因为在发展上有一个模式的战争 那些把发展作为掠夺工具的国家要承担责任 我们不是这种逻辑 我们是尊重主权和与第三个合作的逻辑 那他明显指着中国 就是说中国贷款实际是一种掠夺性的 而法国不释放贷款而是进行援助 一会儿我再讲 其实法国这种方法 对非洲其实效果更不好 那针对记者提问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是否有更为有效的疫苗外交问题是 乐德里阳也表示 这种中国与中国的竞争 也适用于新冠疫苗的供应问题 他说我就是公告式的 影响打了疫苗 当时看到机场停机坪上存放的疫苗剂量来自中国 并不是因为你把疫苗放在停机坪上就有了疫苗接种政策 乐乐里阳提到 欧洲和法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 特别是通过全球取得机制 以抢先订购20亿剂受到世卫组织或欧洲药品管理的认证和临床检测的疫苗 并将在月底开始向最需要的国家派送的 在台湾疫苗援助问题后 记者接着问 乐乐里阳说 我是否对您的意思理解明确 我们是否与中国进入暗战 乐乐里阳回答 我们已经进入了模式和影响力 以及对不同发展概念的战争 我们将尊重涉及国家的自身发展 我们希望获得伙伴 并与他们和他们自身的机构一道参与发展 这是法国外长的原话 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原话 你自己听听那里外的味道 就是欧盟法国实际上对中国对外援助 疫苗的外交 另外非洲问题 一带路的问题 法国是有自己看法的 乐乐里阳解释 在对外发展援助的问题上 法国不但希望与当地的官方合作 还希望与地方上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以此来确保不断延续的项目 能达成发展的目的 记者问是否意味着与中国对外发展模式保持距离 这是什么意思 乐德里阳最后说 意思是一种尊重涉及身份认同的发展方式 他最后表示 我们的新的发展政策根治于地缘政治影响 我们要捍卫一种模式和价值观 这最后就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所有的 法国所有的对外援助 还有这个所有的政策 他出发点是捍卫一种模式和价值观 说到底还是意识形态斗争 所以那也就是法国的外长首次承认 法国将参与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 这是法国外长明确说的 那就是说他与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相同的 他不会专门提出中国问题 所以这个法国外长的话 我跟你也解释清楚了 就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法国是不同的 与其他国家西方的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 那也就是法国明确了 法国外长也明确了 与中国要竞争 那么你看拜登也要与中国竞争 法国也要与中国 欧洲也要与中国竞争 所以意识形态的竞争将贯穿2021年到2024年 整个美国欧洲 他这个整个政治生态圈 就是意识形态斗争 我跟你说偷了吧 最后啊 我讲一讲法国他这种模式啊 就是对外援助 不放贷款 而是使用这种捐赠啊 这个非洲啊 你去过非洲 你会发现啊 这个捐赠好 还是给他贷款好啊 非洲有个特点啊 非洲 就是你援助他粮食 你越援助他 他反而越不种粮食 他反而越缺粮食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逻辑啊 你把这个粮食给了他以后 大家能够获得免费的粮食 那谁还去种地呢 农民啊 本来种着地想要卖个高价 结果被免费得来的这个大米粮食 冲击了 干脆我也不种地了 土地荒废了 我就天天什么看看什么长颈鹿啊 狮子老虎啊 陪你玩一玩 变成什么 变成西方国家的度假圣地了 这就是非洲 要不然开采一些资源 把非洲这些物资 物产 卖到世界各地 这就非洲 非洲农业已经没了 现在非洲农业最好的还是那个南非 还是那帮白人那种集体农场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粮食越援助非洲 非洲越缺粮 道理就在这儿 你白给他粮 那当地就不生产粮食 这个东西是最便宜的 老百姓就喜欢 喜欢这种免费的食物了 谁还去花钱买粮呢 那非洲就会陷入一种 逻辑上这种怪圈 恶性循环 那你看 给非洲的援助 你到底是他援助他 对吧 你这个钱是给他 还是给他放贷款的 我个人认为啊 放贷款对非洲更有利 因为首先贷款是要还利息的 利息不管多少 只要还利息 他一定是要产生价值的 而你把这笔钱直接给了他 他可以不为产生价值 他这笔钱政府官员可能就贪污了 不一定能落到老百姓身上 但如果你给他贷款 他是要还这笔账的 还这笔贷款 要产生利息的 他多少 多多少少 他还是要产生一部分就业 产生一部分收益 然后才能把这笔钱再 挣到利息以后再还给你 就是非洲国家呢 如果你一味的免除他的这个利息 免除他的债务 那非洲国家就躺在什么 就躺在这个 大家给他的这个无私的援助上面 他就没有发展动力 就去过非洲都知道啊 说非洲人懒 非洲人穷 有很多这个援助非洲的这个组织 但是你到了非洲以后 你会发现啊 这些援助 这些援助 其实恰恰阻碍了非洲的发展 因为非洲的发展呢 它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制度 是一种社会制度 而不是这些援助 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 科学的文明的社会制度 所以这才是非洲需要的 就像有人讲呢 受之以余还是受之以余 对吧 你得给他这种发展能力 你光给他这个一笔钱 或者光给他一些粮食 他能发展吗 他还是最后粮食吃完了 钱花完了 他又陷入这种循环 而且啊 像非洲这种腐败非常盛行的地区啊 你给了他钱 实际上给了他腐败的动力 那些非洲的官员拿着这些钱 贪污完以后子女全到欧洲去了 这些钱又回到欧洲了 又在欧洲投资 在欧洲买房买地 买名车 买名表 对不是 这钱又回到欧洲 所以你看啊 这种循环啊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法国的想法 还有法国这种援助啊 不太聪明 应该还是 发放贷款的形式 那最后呢 就说到中国啊 中国和法国 其实这种意识形态啊 我个人认为啊 法国还是过于自信 法国还是过于自信 认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 自己的这套制度 优于其他国家 哎呀 这就是我说的 意识形态呢 就像你吃这个香菜 有些人就喜欢吃 有些人天生 看到香菜呢 就难受 就不能吃香菜 所以这是我说的 这种意识形态啊 没有办法说 谁对谁错 我也不可能说 谁对谁错 共存吧 我觉得还是共存 未来还是各方面发展 看看最后 中国的发展 和你法国的发展 谁发展更好 我还是希望 这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意识形态 都要存在 这才是我的主张